我请教一下慧珍 你觉得陈时中表现比较好 还是柯文哲 这个还问吗 当然是要顺时中 顺时中 那可不可以再问说 那如果让你在 防疫这件事情上面的表现 打分数两个人 你会各打多少分 我觉得光把他们两个 放在同一个比较上 就已经有点侮辱到陈时中 是哦 对 因为我觉得陈时中 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是 他做了很多决策 其实是要很大的勇气 对不对 包括说我们那一次 就是把钻石公主号的人 一次把他们接回来 然后相关的一些 而且我们的 我们的这一次 整个CDC的防疫的措施 动得非常快 国家机器动很快 有多快 我们在1月15号 就宣布这个是 法定的传染性疾病 然后我们在整个 中国还没有承认 有这个武汉肺炎病毒的 情况之下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对于武汉这个地方进了 再进一步的扩展到很多的 就是整个中国进来的人都采取 我觉得这个措施 我们做得很早 也是因为这样做得早 所以我们现在才可以慢慢 零星的一些相关的一个状况发生 但没有大规模的 跟把这个阻绝掉很多的路客来台 有很大的关系 那像日本跟韩国 就是没有做这些 发生武汉肺炎之前 我问人家 卫护部长是谁 没有人知道 真的 那种知名度是低 如果内阁调查 它的知名度大概都排最后面的 对 今天内阁调查说 它满力度最高的 八成多 然后呢 所有人都在写陈时中 因为财产申报嘛 五千多 对 都在写陈时中有多少钱 负债多少钱 房贷有五千六百多万 然后存款多少钱 好 我想十四赵英雄 真的变化好快 其实你知道吗 我后来也看一篇报道 他说陈时中本来在二月之后 要被转任成是政务委员 对 因为有就是其他的一些 派系的运作 他可能就是 好像就被人家 就是变成是比较 比较嫌缺的政务委员 就没想到这一亿 就是他打出了这个阵子 证明他是有能力的人 他是有能力的人